男人一拳垂向地面 杀时间 整个地球停止了四传 全世界所有生物皆被点穴 这就是次郎的神志点穴术 恐怖的一幕 让所有人三观尽碎 此时 超级神秘人已经现身 面对着强化的尼特罗怪兽 今代婆婆躲无可躲 关键时刻 传说中的那个男人出现了 一期弹指神功 竟然将尼特罗瞬间秒杀 众人目光所致无不惊讶 但神秘人对次郎的到来并不在意 他看向被点穴的尼特罗怪兽 竟然能在点费对方的同时 将其定底 其招式的破坏力和细节 不得不让人佩服 看着恋人的到来 仅乃万分高兴 然而乔亚对次郎的到来并不在意 还说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次郎真正的名字 暴瘦二郎 曾被美食界的达摩仙人 评价为世界前三的强者 但由于他的性格和能力过于残暴 被美食人阿卡西亚用麻醉 封印了大部分美食细胞 所以事实上没有提人知道 次郎真正的实力 乔亚引起了次郎的好思 他似乎对美食人阿卡西亚 以及他的三个独立的过往 非常清楚 就在次郎想要追问时 乔亚亮出了手中的灰姑娘 并表示 自己十分欣赏次郎的战力 想要邀请他加入NEO 但次郎却是非常的不屑 他全身肌肉抱起 单手一举 好家伙 整个地球都停止了自转 杀时间 所有生物皆被点绝 恐怖的一幕 让所有人三观尽碎 更诡异的是 由于地球自传的停止 气流 海洋 都受到惯性的影响 形成了末日景象的天地异变 乔亚感叹次郎的强大 即使是隐退了 也能如此逆天 不过就在此时 远处的次郎瞬间消失 来到乔亚的身后 次郎双指滑过 乔亚的真面容终于暴露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当众人看星时 仍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次郎大声尖叫 本因此去的厨师之神费洛德 竟然再次现世 次郎回忆中的费洛德 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师娘 与师傅阿卡西亚 一起养育点来的三个月 曾经的他温柔善良 充满了母性的光辉 就在此时 火山还在增加 越来越多的低窍 低进广场 费洛德疼苦而起 面对着贫困冒出来的低窍 看见这招式的杰奶 心中坦酷 小牙使用的确实是费洛德的招式 两人决定出手一试 杰奶变化手中菜刀 四郎透出狼王之哑 恐怖的攻击袭来 小牙仰天怒吼 紧接着头发瞬间变白 都出了美食细胞的真容 没两秒 费洛德就硬生生 将两人的合击 斩成了虚无力 至此 四郎终于明白 他已经将美食细胞的力量 完全释放 眼前之人 竟然也吃过 阿卡西亚的全套菜单 除了阿卡西亚和费洛德之外 他是第一人 难道他真的是出世之神费洛德吗 可他又为何变成这副模样 但一旁的杰奶却非常确信 眼前这个人并不是费洛德 虽然招式一样 武器一样 可友一样却截然相反 那就是在运用美食细胞时完全不一样 更为重要的是 费洛德早已经死去 还未等四郎搞清楚眼前的状况 天上的乔亚就准备大开杀戒 他随手一挥 树刀锋芒袭来 四郎和杰奶两人连忙闪避 但挡下一击飞刀之后 杰奶终究不敌 之前的数次大战 已经引起了他的伤势 攻击再次袭来 已经躲无可躲 孙儿守住了杰奶 但能守得住一次 还能守得住第二次吗 另一边 阿鲁和斯塔金正在一死相合 无数的飞刹 直接向斯塔金飞去 他将自己的嗅觉一步的刀架之上 然而斯塔金的实力 永恙深不可测 混在喘息之后 两人再次出向对方 真男人的浪漫 亦是拳拳到肉 估计过后 心疲力竭的两人再次站了起来 准备最后输起一搏 可就在他们的拳头即将触碰的最后一公分 超级暴躁的出现 让人头皮发麻 整个人年纪竟然都成为了别人的晚餐 便瞬间放下仇恨 一起赶往美食会场 今晚才会放下仇恨 小剑 小剑 小剑